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二个新功能 激活新版开始菜单中的Android风格文件夹 第三个新功能 最实用 激活新版开始菜单的侧边栏 在侧边栏中可以直接通过手机连接绑定的Android手机 发送短信 拨打电话 查看手机电量以及查看手机相册 升级 Windows 11 到当前最新版本 加入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 登陆自己的微软账号 接着看手机的微软账号 升级 Windows 11到bit频道最新版本 升级到这个版本或者更高 清理磁盘 清理磁盘 查看当前 Windows 11的版本 一定要更新到这个版本或者更高 新功能才会生效 打开开始菜单 拖动任意图标到任务栏 即可将快捷方式固定到任务栏 下载激活工具并解压缩到任意文件夹 下载激活动 再来热心 也许来热心 下载激活动 看后来热心 掠担心 眭白心 下车 下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开始菜单 点击所有应用 点击任意一个文件夹 现在已经变更为Android风格 更新Windows11到Beta频道的最新版本 请注意 这里的版本号比前面的版本号更高 下载并更新完成之后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左侧点击蓝牙和其他设备 右侧选择移动设备 点击手机连接后面的滑快开关 手机连接应用程序 会自动更新到最新版本 关于手机连接如何关联到Android手机 请点击推荐视频 复制之前 下载的激活工具所在的目录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重新启动计算机 点击开始菜单 新的开始菜单侧边栏就会出现 侧边栏主要显示手机连接的一些快捷方式 可以快速在侧边栏中发送短信 拨打电话 查看手机相册 打开设置 左侧选择个性化 右侧选择开始 通过在开始菜单中显示移动设备选项 可以启用或进用手机连接在开始菜单中的侧边栏 给我带你来 щоб你来 下车 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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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